国产动画真是水啊 它真的很水吗 如何啊 我爱惜少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 14年上映 便引发诸多争议的国产动画 在很久以前 陶铁穷极恶兽死虐杀戮 百姓一名不聊生 幸好有泼沫先人出手 将恶兽打入炼丹炉 炼化出了一只神笔 马良是百花村里一名 乐爱花花的少年 有一天他放了梁回家 在住地里看见两个士兵 要设一只鹿 于是他在很多独自上 画了小鹿的图案 然后把两个士兵给引开了 这一幕被大将军的鸟儿看见 大将军带着战车和士兵 以及还是小孩的皇上 又回来到百花村附近 他宣称皇上 船指百花村地下有金山 所以奉命去挖 等到夜晚 街上出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怪车 车前挂着蓬沫先人的画像 马良觉得很奇怪 在晚上烟化表演开始后 村外的大将军看到后 以为这是百花村在防炮 又攻击他们 于是将军下令防炮弹 炮火下坏了百花村人 这时战车使入百花村 将军宣布预指 让百花村民全部搬迁 村民远自然不愿 马良也站出来出声反对 这时鸟儿跟将军说 就是马良在祖地里用怪笔戏弄士兵 于是将军下马 然后把马良的笔给拿走了 这时画上的蓬沫先人 变成了墨水从画中飞出 把将军涂了个黑 鸟儿见证 赶紧让将军先行撤退 于是 他之后赶紧先带人离开 转眼界上只剩下马良了 鸟儿先能从画中出现 然后将神笔交入于马良 看到马良用此笔 守卫百花村 马良拿到神笔后 随便一推就划出了几条 永无生命的黑线 最后可把他吓坏了 马良跑回家 把笔按在自己坏的老鼠上 老鼠就被变得出来 于是马良又换了一只猫 来抓这只老鼠 现在马良知道 这根笔可以划出火雾 两只动物也有属于自己的影子 并且打得木枪上下 第二天 将军派士兵去把村民的牛全部抢走 马良为了哄失去水牛的望田开心 于是线上画了只水牛 在马良神笔的威胁下 水牛答应为望田耕田 不过水牛的叫声 也引起了士兵的注意 情绪之下 猫让马良把牛插掉 神笔的另一头有一个功能 推荡锁花之物暂时消失 于是士兵就看到望田 全部在空中的情境给吓跑了 可其实这只是水牛变成透明 而望田正好在他身上而已 集结着花锡子的戏台被炮弹摧毁 但是他却拒绝马良神笔的帮助 因为他觉得神笔并不能无所不能 这也导致马良决定做一个神笔大侠 他到处训练自己的画笔 赤足通过这个神奇的力量 来守卫百花村 在副交后 村里的东西被士兵们抢的所剩无忌 连水都被将军给断了 花锡子发发生病也需要活水 遇着马良画了个巨大水壶 来到带他们来到士兵们住家的附近取水 马良用笔画出竹子掩护大水缸 两个士兵要找马良麻烦 于是马良神笔一挥 竹子变竹子 两士兵摔倒了大水壶再一挨 至今完美搞定 于是马良带着水壶回来给大家盛水 花锡子感谢的送舌址马给马良 就是两个狼狈武士 还有一群士兵其实凶凶的来了 他们又抓住马良 不过狼狈武士追马良最近的大水壶里 被大水壶变成了玩偶玩具 变成玩具的武士回去找将军求救 将军看似奇迹百坏 于是白鸟去村里查探 到底也是何方神圣在作怪 百花村暂时得到了短暂的宁静 整理了一家面店聚集了一堆灰树 店主请求马良帮助 于是马良把猫扔进去 但是这只猫不是花猫 被吓了出来 于是马良换了那只老鼠 甩齐地走进去 几招就把鼠王打败 鼠王说外面房价高 无处可去 于是老鼠就带了这群灰树 去了将军住的豪华战车 虽然马良用神币帮助村民很多的忙 但是他的能力也被鸟儿全看在眼中 于是鸟儿回去告诉了将军 关于神币的事情 这可把将军乐坏了 他认为他是上天赐他的礼物 他丝毫不把马良看在眼中 仿佛那个神币已经是他的 那中之物 可就在将军高兴之时 一大堆灰树来把黄山给吓坏了 在这之后 马良彻底成为了村里的大红人 几乎所有村民都会请他帮忙 画各种奇怪的东西 这也导致马良疲惫不堪 回到村长去花盐巧语 送用马良画金子 说这是造福村子 马良心意为真 于是便画了一棵摇签树 村民看见这棵摇签树 本门冲了上去 摇签树上的金子立马被拔光了 看着烟烟稀的摇签树 马良先入了沉思 后来村长再抱着一堆金子 回家的路上碰到将军的鸟儿 鸟儿给村长一颗 火针架石的大金子 并通知皇上六岁大的兽 让马良一定要带上神币 前去祝贺 天真的马良想也没想 就带着自己的伙伴 和自己画过的动物 去祝寿表演 但是表演冷落了将军 于是将军持剑出手 抢走了马良的神币 他让如此神器的将军瞬间黑化 他用神币把六岁皇帝 变成了一只宠物狗 然后把马良关进了墨水里 神猫剑撞着急地抓住了那滴墨水 然后赶紧把墨水滴到纸上 因为如果墨水干了 马良就会永远消失 包括花西子他们带着这张纸 鸡帮逃跑 留一大水无荷腰签树 挡住最大的士兵 将军又把那两个狼狈武士 变成了大怪兽 令他们赶紧抓人 将军和他的黑暗大军将统治世界 而将军再拿到神笔后 果然整个人就变得威风无比 他想画金字 但是画出的东西都是黑色的 即使画成了金色的 但又会裂成便便 两个猜测看到神币会遵循使用者的心 什么颜色的心 就会画出什么色的东西 将军不相信自己的心是黑色的 于是他从将作势了一番 又画出了一只大黑龙 大黑龙追着将军补放 将军没下地把神币给丢了出去 然后将笔也弄掉到了锅炉里 而将军在一旁挣扎后也将大黑龙给活活刺死 神主看见神币咬得过独立 于是他还有水牛 咬钱树 那水壶 一起合理把神币给绕了出来 此时的马娘在那个墨水空间 看见了小时候在画画的自己 那时候的他画的不是画画草草 而是想画一些朋友给自己 而如果当时就有神币会怎么样呢 突然他掉到蓬蓬仙人的肚子上 蓬蓬仙人笑着说神币只有一根 只要你心中有美丽的图画 神币就不会丢 遇见马娘尝试凭空会画 在外面的花西子和猫拿着香肢 很是着急 于是猫狼花西子伸手进入试试 而当花西子的时候进入到墨水当中 他先是摸到了蓬蓬仙人的头 大喊是肥肉 于是把蓬蓬仙人给扔飞了 随后才摸到了马娘 燕猫把他给拽了出来 马娘回去找神主他们时 神主正在尝试用笔 划一个马娘恶号出来 一群人魂南不知 此时的将军已经熄悉了 他船林回遍百花村 躲回神币 各个战车都在发射大炮攻击百花村 马娘在波路边换了很多烟花 然后点蓝的火药 耐着肿能急忙离开 于是将军带着这辆大战车 就被毁成了两半 所以马娘他们又被几辆战车包围 于是马娘在各个战车上 画自己的肖像 抵得战车们互相炮和攻击 就为马娘他们继续逃跑时 将军的鸟儿召集了鸟儿大军 把马娘和花西子 裹在了无数鸟儿组成了大鸟身体里 谣解术奋不顾身 飞动了大鸟背上 摔出了他树枝上的金字 吸引鸟儿出去捡 但其实这根本不是金字 而是金色纸包的豆沙膏 所以大鸟最后解体了 马娘他们跑回村子时 将军也带残余的士兵来了 部分村民出手迎击 马娘他们的笔 把每个士兵造实化 能进了大坑里 突然将军偷起一文枪 打掉了马娘的笔 并强了过去 他威胁马娘画一座金山 遇着马娘画了一座金山 但是放到天上 现在的部下和马娘画西子一起上了飞船 等到了金山 马娘想带画西子走 却被一脚踹飞 幸好被躲在金山下的猫和树 给拉住了 他们又偷回了神币 将军帮我录拿枪射击他们 奈何将军力大 把他们逼上了绝路 竟然金山已得 大将军便想将马娘灭扣 而渡人这只士兵们 纷纷变成了金字 将军又被金字包裹住了 他们的恶报最终还是到来 而在神币的恢复下 金山马上就要他了 马娘竟然拿出张军花西子送了骏马 把骏马复活成了飞马 然后回到了村子 大华村的和平走川道来 哦对了 六岁的小皇帝也从狗狗被变了回来 变名神币马娘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但是谁不喜欢金山呢 可是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这部动画的剧情方面 有点类似像拆迁般的故事 但是套上了马娘这个IP后 似乎不被观众所认可 许多人认为除了主角和神币的能力 其他所有地方都和原住没有太大关联 以至于很多人以为是心斑马娘 但最后却失望而归 如果不谈到这个IP正义点 我想其实这部作品并没有那么差劲 第四年收获了5866万票房 虽然不高 但也说明动画市场 逐步在党内接受 许多家长一旦摆脱不了动画 就是小孩子看的思想 也罢 金山银山这部作品 我可能认为不算特别差 我没有收钱 我多少年前的动画了 我只是就是认识 虽然剧情确实是有点散乱 没办法 如同德扎打成归来等诸多家座相比 成为市场完全没办法置下 但你不得不说 这部作品的做工还算不错了 毕竟动画电影光阳好的剧本完全不够 就像真的电影一样需要演技 而动画则需要建模等各种细节 唯一可惜的就是 已经有实力可以做出相对优秀的画风 但是却没有独立出属于自己的画风 许多人光看预告还以为是迪士尼动画呢 画风风格这个东西 对于动画市场来说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甚至我认为比剧情还会更加的重要 因为就像日本动漫 我们不说宫崎骏和新海城的完美动漫 包括他们的画风 一直会出现 我们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哦 这是日本动漫 以及欧美动漫的画风等等 可能我的意见会跟很多人的意见不合 但我真的认为马娘这部作品 虽说有很多的不足 但真的还没那么差劲 说话留意一线 语言的攻击是直击灵魂的 我们总得给这些动画导演一些时间成长 难道不是吗 我是少年 一位特别喜欢弄漫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另外的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与学家尽可能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Goodbye